10月11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記者會上表示 連同海外和連同中國內地同樣重要 兩者沒有排斥也沒有矛盾 他認為基礎都是管控好疫情 並表示特區政府會為此而努力 發布會上李家超表示 香港自實施檢疫措施0加3後入境人數有所上升 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後社會風氣良好 經濟開始復甦 而只是入境的人數上升了大約三成 至於非香港人、非內地人入境的上升了八成 我們亦在0加3後放寬了一些社交距離的措施 包括在食肆、酒家容許12人一圍 亦都在酒吧容許6人一圍 亦都有飲食界的朋友表示生意將會上升兩至三成 我們看到社會的氣氛是活起來、動起來的 經濟都開始會更加活躍的 但李家超也表示放寬入境後 使得輸入個案增加約兩倍 目前仍需留意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等不確定因素 在我們決定在0加3之前是百多宗 即是在200宗以下 但近期我們看到已經上升到300多宗 我們看到在機場的入境人數 整體來說入境的旅客才有三成 但是所帶來的輸入個案是升了兩倍多 那麼這個比例是相當大的 也都有一些新的變種病毒株是引入了香港的了 所有市民全心去抗疫 希望我們是盡快去控制到疫情 記者會上李家超主動回應有關入境檢疫0加0的建議 他指出 當前仍要留意實際情況及相關數據 現階段要穩扎穩打 放寬防禦措施續按部就班 穩妥有序 有很多人都希望我們更加放寬 甚至有些提及0加0 但是我去提醒大家 我是實施0加3的時候都提及 我們要留意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確診數字會不會上升 導致我們的醫療體系可不可以應付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都要看著數字 穩打穩摘 按著實際的情況 看看我們怎麼走下一步 此外 李家超還表示 當前香港仍有不遵守防疫規定的情況發生 出現假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 約有150人不遵守強制檢測公告 他表示 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將受到法律的制裁